意大利的中世紀古城曼圖雅 文藝復興與巴洛克風格的建築 伶俐其間 斯洛伐克山區裡 融合拉丁與拜占庭文化的 原木小教堂 加拿大的喬金斯岩壁 滿部三億七千年前 就已經形成的古老化石 還有法屬新克里多尼亞 系古的豐富生態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在七月的大會裡 評選出二十七處新的 世界文化及自然遺產 其中包括了 中國福建的土樓建築群 消息傳回大陸 當地的客家鄉親 高興地請來五龍五師大肆慶祝 非常的激動 太高興了 我已經等了一萬以上 就是這一刻 依山而見的土樓建築 源起於宋元時期 動盪的局勢 讓客家人聚集在一起 住在這種結構 以圓形或方形為主的 封閉式夯土建築裡 一二樓沒有對外的窗戶 不但能夠防範蕭小 也兼備了共同抵禦外敵的功能 福建現存三千多座土樓當中 規模最大的順域樓 有三百六十八個房間 全盛時期有五百多個人 同時住在這裡 就像是個小型的城堡社區 因為我的祖先就是從福建的上航 然後往南遷到廣東的陸峰 然後再到了台灣 我到台灣已經第21代了 所以我每次回來這個土樓這邊 等於是回到自己的家 相較於擁有七八百年歷史的福建土樓 德國柏林的住宅區 卻是以奠定當代住宅美學 而入選世界文化遺產 這些在1910年到1933年之間 設計新建的現代住宅 採光通風良好 影響了往後一百年間 世界各地的名宅建築風格 不但是現代都市住宅的先驅 將近一個世紀後的今天 居住環境依舊是無懈可擊 這裡是一個小公園 然後我還有住宅 我剛才有住宅 所以我只有一個綠色的景色 美麗 已經住了八個年來 鏡頭轉到以色列海法 巴哈伊教先知巴伯的陵墓 和周圍富有濃厚波斯色彩的 巴哈伊花園 是第一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 近代宗教建築群 巴哈伊花園 從卡梅爾山山頂延伸到山角 垂直高度達225公尺 歷時半個世紀才完工 但他之所以獲得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青睞 不只是因為宏偉的建築 更因為他所代表的普世精神價值 除了文化資產 今年獲選為世界遺產的還有七項自然景觀 大陸江西的三青山就是其中之一 號稱江南第一峰天下無雙伏地 相傳1600年前東進道士 葛洪就已經在這裡煉丹 隨處可見的奇松怪石 完整保留了11年的地質演化史 目前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 一共有857個遍佈全球140多國 原本是要借助聯合國的力量 共同保護這些稀有的人文及自然景觀 但今年新增的柬埔寨博威下神廟 卻因為地處柬埔寨和泰國邊境 而爆發激烈的領土爭議 兩國邊界關閉武裝部隊入駐 泰國的外交部長更因此下台 神廟成為世界遺產原本是美式一樁 現在卻演變成臨近國家間 劍拔弩張的局面 而在寶島台灣 日前也傳出平息天燈 想要申請世界文化遺產 卻可能因為台灣不是聯合國會員而受挫 這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風暴 恐怕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始料未及的